我們是ViuTwe製作及設施部 歡迎周仲強 在RF設備上 我們以往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接收不穩定及受到干擾 在頻率觀點上 我們會嘗試找一些較少受干擾的朋友來用 如果以無線Miley及IEM來說 我們會加裝天線及縮短接收及發射的距離 用了Sure系統後 因為接收及發射非常好 所以接收不良或受干擾的問題完全解決 我們是用Sure的SGN Digital 總共有24個頻道 當中有無線接收器 無線咪及40-pack IEM是用PSM1000及PSM98 另外還有AXT600的Spectrum Manager 我們有三套Show Link Assess Point 以及超過10支電線覆蓋整個ViuTV錄影廠 現今我們的節目製作 其實都很廣泛使用無線咪 一般來說都會用到8個頻道以上 有些節目例如《全民造星》 我們會用到16支無線咪 每年的節目全例 甚至乎我們用24個頻道都有 青藍節目我們用AD1 而乾相節目我們會用ADX2及AD2 我們一廠總面積大概是6000平方左右 錄影活動範圍有3000至4000隻 我們一廠和二廠的天線是共用的 另外亦有加裝天線在化妝間 公共走廊及記者採訪區 由於我們ViuTV的節目製作 其實都很多元化 加裝天線對於我們整個節目製作 的融合性 清晰度 以及穩定性都大大提高 我是ViuTV的Audio Operator AID系統的介面簡單易明 操作都比較清晰 就算第一次用都很容易上手 ADX系統可以透過Show Link 去改變無線微信的參數 例如是PowerLog 發射功率 以及轉Ferget 附近的場地會進行音樂節目 會有機會用跟我們相同的Wire System 在Ferget上會有機會互相干擾 ADX系統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當它受到干擾的時候 可以透過Spectrum Manager 去找一個乾淨的Ferget去代替 令到我們在做Live的時候會更加安心 我們一般會用軟件 去管理和控制Spectrum Manager Spectrum Manager 在我們日常會用到 在掃描一些乾淨的Ferget 去讓我們的Wires Mic用 以前外景組的同事 帶一些Wires Mic進來的時候 他們需要逐支Mic 去掃描一個乾淨的Ferget 給自己用 自從用了Spectrum Manager之後 我們就可以事先掃描一個乾淨的Ferget 給他們 我們就可以快速 和準確地完成Ferget的分配工作 令大家的Ferget不會互相影響 Suro的軟件令到Wires的資訊一無鳥然 如果遇到Interference的時候 它會作出提示 令到問題在嚴重之前就得以解決 Suro的充電池大約三個小時就可以充滿了 一般情況下可以用七至八個小時 我們的節目一部分大約只需要三至四個小時 所以完全可以輕鬆應付日常的拍攝 Accent Digital我們最欣賞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加大Belpit的發射功率 有一次我們在發中間拍攝 即使那裏有加天線也好 有些全角位都會偏離接收的範圍 我們只需要加大Belcat的發射功率 就可以使用訊號回回理想 接收更加穩定 PSM1000在音樂節目中 例如《Chill Welcome》 我們會讓歌手作為In-Ear-Mone使用 歌手可以聽得清楚自己的聲音之外 音樂節亦受到歌手認同 在其他不需要唱歌的節目中 例如一些Live的節目 我們會直接連到In-Earcom System中 給主持作為IFB使用 讓他們直接聽導演的指令 雖然廠內燈光器材和視像器材都同時運作 但Accent Digital的表現非常理想 沒有受到任何干擾